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 他这里有个问题 他说他持诵楞音咒咒心 先前一段时间很感到清净未到 但近来重听法师讲无量寿经的磁带 又念阿弥陀佛很不得力 心里不如长齿楞音咒咒心平静 请问法师这是什么回事 这是因为你平常念楞音咒念成习惯 你的心是定的 现在咒不念了再换一个新的法门不习惯 造成的苦恼 这就像改行业 你原来是学经济的 现在你不想学了 就去学医学 那这两个各行如各山 佛法修学也佛如实 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应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心是定的 你容易得力 不要常常换 常常换的叫杂修啊 你能念音咒 一生就吃了音咒 迟到身心清净 法院求生进土 你肯定往生 阿弥陀佛心量很大 不是说你不念我阿弥陀佛 我就不来介意你 阿弥陀佛怎么会这么小气呢 你在无量寿经 往生 三倍往生 这一瓶里面 你就看 经文一共封四大段 上倍往生 中倍往生 下倍往生 后面那一段呢 是读诵大臣 那大臣 那人就是大臣 不管你修学哪个大臣 法门 只要你将你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求生进土 阿弥陀佛通通来介意你 但是要记住 修学的功德 功德是什么呢 清净心 也就是说 你用持咒的方法 念到一心不乱 往生 西方 极乐 真正的条件 大家一定要想的 心 进 则 福 土 净 这是往生 基本的条件 无论你修学什么方法 只要你清净心 现前 你念 主耶稣 念到清净心 现前 回向求生 极乐世界 也能往生 我们懂这个道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得清净心 那是功德 你修行的功夫 清净心 现前 是你的得 没有妄念了 没有妄想了 这个时候就跟净土相应 我来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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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来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